那其实今天 只是要跟大家讲 投资只有站在十字路口上 才能掌握新的财富 那现在半导体的投资 你是要继续往前走 还是要向左转 还是要向右转 关键点就是现在到底 是不是十字路口 那现在呢 就是要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 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 也是最不熟的老朋友 上游半导体开始讲起 因为这个领域 大家可能常常听到 但是呢 又忽略它的重要性 那这一页要跟大家讲 其实半导体的应用 无所不在 只会越来越广 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 现在半导体发展到这个阶段 其实它又遇到另外一个十字路口 也就是AI的应用 要从价值开始转换成价格的关键时刻 那刚刚其实分析师有提到 当风来的时候 猪到会飞 但是 大家知道中文的语法吗 但是就是 前面那个描述呢 它还没有到最关键的时候 但是你得要像分析师一样 你要站在风口 你没站在风口的话 刚刚分析师有秀他 之前评估NVIDIA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提前站在风口的话 风再大都吹不到你 半导体的风口在哪里 就在这一张图 回答 回答大概是AI 最早的一个概念 它很会长 我真的是超会长的 因为它代表是AI的价值 它是带风向的先驱者 但是如果 我们从这张图来看 就一道歉 我问大家 在座的各位 有买过 回答AI的云端产品的举手 有没有 没有吗 因为它就在云端应用 可是今年开始 AI的应用 开始会从云端 走入到终端 其实终端就是要进入 你我的生活 就AI PC AI手机 只有终端应用 开始起来的时候 整个制造端 它才会开始拉货 开始拉货 骨架才会动 所以 回答它当然是AI的先驱者 可是 从制造链来看 以台积电为首 上面这些都是台积电的供应商 只能忽略它 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这一页 这一页只是要跟大家讲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整个是做完晶片的一个过程 可是中间有多少东西 这些都是材料跟设备 大家不用去懂 我们就从逻辑来看 如果中间抽掉任何一个 根本就不会有晶片 中间这些都是标准的关键零组件 关键零组件 它关键到什么程度 我们来看 关键到两个 关键到第一个 它可以拿来当贸易制裁的工具 2019年 日本就是拿这个来制裁韩国 最后 其实韩国低头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说三斤的晶片根本做不出来 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真的是最不熟的老朋友 大家有没有常在高速公路上看到 那个类似油罐车载的气体 很多都是这个 这些气体 其实在艾斯摩尔的极止外光机 它会用到 没有它 连艾斯摩尔都没出来 换句话说 这些气体大厂 如果拿来制裁荷兰 那艾斯摩尔就完蛋了 所以其实这个是整个制造业链最上游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听完分析师 觉得现在股市的本益不贵 其实延续涨幅的几率是很高的 然后半导体会好 那好在上游 那大家听了这么多 一定会觉得说 那上游半导体 到底绩效怎么样 这个下面是标普500 那上面这个是 我们上游半导体的指数 这最近五年差距会拉开 为什么跟标普比 为什么不跟非常半导体比 因为跟非常半导体比会输 这标准的marketing的诉求 但是为什么不去画 因为大家看了直觉印象 你就输非半 那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那我们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在储存产业非常红的年代 光碟片还是主力的那个年代 但是USB已经出来了 快商品化了 你站在那个时间点 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 你站在那个时间点 不管你是往前推五年 往前推十年 肯定是哪个影 肯定是光碟片影 可是事后 对嘛 所以界定现在是不是十字路口 非常重要 因为费半呢 它其实它的上游没那么集中 而且重点是 它没有日本 整个费半没有日本的成分股 我们等一下讲 日本成分股有多重要 那这个呢 这个是一次库存的问题 这个一样我可以引用储存产业 当光碟片还是主流的时候 因为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出来 其实整个需求都往新应用去了 那如果你的产品是旧的应用 那库存去化速度当然会慢 甚至到最后可能会有打不掉的风险 所以当整个需求 开始往新应用走的时候 这个标准的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大家看一下 这张图最大的亮点 其实在这里 在日本这一块 因为你所有半导体的投资组合或ETF 根本没有一档 有这么高的日本比例 大家知道台积电的雄本厂 其实它是在复制 富士康的正宗模式 只是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富士康用的是台湾供应链 台积电用的是日本供应链 很多人认为 这是日本半导体的明治维新 因为日本的半导体 被美国打趴非常久了 大家知道连东京证交所的 大概16个产业分类 没有半导体 日本人都不觉得它有半导体 如果你把所有半导体的档数凑一凑 不到50档 你凑不出来 但是因为台积电 它要融入日本 大家记住了 用的是日本供应链 美国厂它其实带了很多台湾厂商过去 但到日本 它没有带台湾厂商 它直接要融入当地 因为为什么整个日本在半导体的上游 跟设备来讲 很多护城河挖得非常深 我们刚刚讲 甚至可以拿来当成贸易制裁的武器 所以这个日本的半导体 肯定会因为台积电重返世界舞台 那今年以来呢 日本的半导体确实涨非常凶 假设今年以来台积电就涨18个percent 其实它的供应链涨更凶 其实台股也有台积电的供应链 大家知道就是涨更凶 那日本的这些供应链呢 最少大概涨五成以上 那大家听到这个 不要害怕 因为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这些 日本半导体的股票 它的起涨点在去年9月 换句话说挥达飞到天上去了 这些制造业的供应链才刚刚启动 那这些呢 我们大概简单来看一下 大家可能很陌生 但是都是所有半导体上游 跟设备一线的厂商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特别想要讲的是 日本的这些半导体厂商 性越化学 其实它最厉害的是做水管 PVC水管 但是它半导体的营收 其实越滚越大 它是全球最大晶圆棒 四占率的公司 我们的环球晶 其实还不是第一 第一在这里 我去年 就是为了这种产品 这所有的日本成分股 我都有去调研一遍 其实还是要对投资人负责 它趋势到底对不对 那我举一个 东京威力科创 去年大概12月初 日本东京的半导体大展 这个是很大的事情 东京威力科创 在会场它有论坛 其实我有数了 大概做了超过 1000位国际法人 我看日本从来 没有发生过这种盛况 很可怕 这代表全球都看到 它的潜力 它在先进制程 跟成熟制程 偷吃 去参展之前 我有到公司去做过调研 亲自问了 日本在14奈米以上的机台 它是没有出口限制的 最大的买家 就中国 所以以后 成熟制程 大家知道 中国只要一进入市场 肯定杀到片甲不留 先进制程 其实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 这个没有提到 叫迪士科 迪士科 其实它一辈子都在做切消跟研磨 其实你到了先进制程 甚至要配合先进封装 对晶片的研磨跟切消 要求非常高 那是另外一个参展的过程 我看到最恐怖的 因为整个场馆 这一家的面积占 四分之一个场地 没有地方占 挤得水泄不通 所以日本的这些 它会因为AI的崛起 会重新崛起 那另外一个 投资最相关的是 它的基起非常低 因为以前AI的应用 商品化的程度并不高 当商品化开始拉货的时候 其实营收跟股价 都会创造出来 那另外一个呢 这些成分股 大概十几家 如果你们是台积电 主要的供应商 一个概念 给大家知道 我就问 台积电全年营收 如果成长1% 你们会成长几个% 这样大家心里比较有底 那我不好一一说 公司的名称 这个答案 从3%到8%都有 换句话说 就是1比8 那台积电今年 全年营收的 guidance出来了 大概20%左右 大家自己承承看 所以日本的 这些半导体公司 今年这种涨法 本来就刚刚好而已 并没有很贵 我跟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这一档 非常的符合 未来的趋势 它是一个双概念 材料跟设备 我们不偏任何一边 总共50档 每一边都是25档 那每三个月 重新调整一次 每一个族群 都会回到50% 最大的公司呢 有设单一持股上限 就是7个% 因为你不这样胜 艾斯摩尔的权重 会超过30% 我们不希望 整档都在投资这一档 如果IPO没有参加到 其实3月15号挂牌 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书明书 我们下期再见